赵源霸凌事件频传要怎么自我保护 要如何避免自己也成为霸凌的加害者 财富经济会提出了霸凌五步 一开始同学之间的打闹游戏 一旦出现不自由、不接纳、不对等 不能改变角色和不间断的伤害行为 不论是肢体或是言语的 这就已经造成霸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